還有2個多小時,到2015年,本港多處都有倒數活動 蘭桂坊是其中一個倒數熱點,跟陳婉婷談談 陳婉婷,你那邊是不是越夜越熱鬧了? 當然是,晚上開始,陸陸續續有很多人潮 已經由皇后帶到中國那邊,上到蘭桂坊這裡 這裡開始站滿人,來的人除了一家大社,遊客之外 當然不少一班年輕人和年輕女,不如和你談談 聽聞,你今年第一年來蘭桂坊興祝 為什麼來這裡? 想感受一下氣氛 現在這裡的氣氛怎樣? 很熱鬧,而且很棒 有多棒? 總之很興奮 跟以前有什麼分別?通常在哪裡慶祝? 海旁那裡 但不怕逼迫嗎?等下硬一點,可能針也會沉入 不怕 跟著你,2014年,還有一個多兩個小時就完了 你自己覺得過程怎樣? 很開心 而且很滿足,很美好 我祝你2015年繼續覺得美好 跟你們說一聲,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好 其實在蘭瓜坊這裡,警方已經開始實施封路措施 所以看到樓下的士丹利街或威靈頓街等等都封了 稍微這裡的人越多的時候,可能都會實施人潮管制 所以來的市民都要留意 好,先和你談到這裡 陳婉婷 來夜尖沙咀海旁已經有大批市民來到,等候觀賞煙花倒數 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面除了有遊客,也有攝影發燒油 有人早上9點已經來到,帶上相機來到八定領位 大約11點,維港兩岸大廈的幕牆會有流星煙花 文化中心一帶會有飄雪效果,到午夜會有煙火倒數會演 運輸處晚上8點開始會陸續封閉尖沙咀和灣仔一帶的道路 港鐵除了機場快線之外,列車服務會通宵行駛